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在星期一报道了8名女性 指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深新闻主持人查理·罗斯 有骚扰行为之后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宣布暂时将罗斯停职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和彭博电视台 随后也取消了对查理·罗斯专访节目的转播 罗斯是CBS电视台《今日清晨》节目的主播 也参加60分钟节目的报道 她是美国最享有盛语的广播记者之一 发出指称的8名女性都曾经为罗斯工作或希望为她工作 他们指罗斯苦摸她们的身体 裸体在她们周围行走或与她们谈论裸泳 罗斯在推特上发文说对她的不当行为深表协议倍感羞愧 罗斯又承认作出不顾他人的举止 但在推文当中她认为不是所有指称都是事实 最近不断有名人被指称有性骚扰行为 对罗斯的指称是最新一中 同时指控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候选人 罗伊·莫尔姓川普的阿拉巴马州女性 在星期一说她花了几十年时间 才重新找回她自己的自信和信任感 这名女性指控将近40年前 当时32岁的莫尔对只有14岁的她伸出魔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